Android惡意Apps 綁架你部機? 交屬府才開機 最近有個防毒公司發現 有一款Android惡意程式 竟然懂得綁架你部機 這個Apps會冒充為防毒軟件 去騙用家安裝 而安裝完之後 就會假扮成在掃描手機的系統 實質上就是在安裝病毒 那掃描系統完成之後 你部機就正式被人綁架了 介面就會要求你給129元的美金 才可以移除病毒 令到你部機相安無事 否則的話 你部機只是死路一條 就算重新開機之後 也會不斷狂彈這個廣告去妨礙你 令你部機禁止 開啟不了任何軟件 其實不想中招的話 不妨安裝一些防毒Apps 保護手機 以及不要在非正式的渠道 下載第三方的軟件 那就萬無一室吧